外資今天賣超台股一百八十五億 看到這個禮拜 這樣加一加就賣掉四百億了 但是台股周縣也是油紅翻跌 先看看今天外資賣什麼 外資賣超今天有 長榮行也賣了華行 當然也賣超台積電 另外金融股的開發金新光金 聯電紅海也在賣 他也賣了長榮 好立刻請伯傑現場來 這看起來就是調節龍頭股 壓指數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航空股的部分 航空股今天跌得比海運股還要多 在降落嗎 應該是這樣講 航空過去一段時間是很多利多 大家很多期待 沒有錯 可是你會發現到 越到要解封的時候 越到要忘記的時候 怎麼股價越弱了 這代表什麼 已經有人開始在實現這個相關的獲利了嗎 我們剛剛看圖 你會發現這個長榮行短線時間長一點點 他今天什麼綠色這一條是月線對不對 跌破月線 那量也稍微有出來一點點對不對 這就代表說最近籌碼開始比較亂了 所以我會覺得 縱使你再怎麼期待七八月要解封 但是股價已經告訴你 我就已經漲過了嘛 我覺得這一段跟這一段都是在反映 今年要來解封的這個情形 不會在月線下是好買點嗎 我會覺得最好是月線之下接近半年線的位置 半年線三十塊三十一塊 對 接近三十一塊才是好買點 對 因為有一個啦 你看最近這個上海這邊 雖然解封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到運價好像沒有再上去啦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油價高漲 它的費用也會上來嘛 對 這也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是機票也貴 油價也貴 真的解封的時候 還有人在想這機票那麼貴 我可能就打消念頭了 暫時先不急的出去 好 這長榮行 另外華航的部分 今天也是 也在賣了 賣了九千多張 九千七百張 另外也有聯電 也有台積電 還有鴻海長榮 這是外資賣超的前十名 那另外外資逆勢買的呢 今天買超個股 原來今天最強的金像店 是外資買的 很難得看到他放在第一名 兩萬張 中石化 智深美食 中信金 育龍 利基電 潤太新跟提維希 怎麼看這外資逆勢加碼的 其實金像店 最近好像都是話題的焦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今年下半年的這個網通 跟高速運算的這個訂單 狀況看起來不錯 那整個五月營收表現也好 所以你會發現 他其實就像凱明 第一個階段講 逆勢突圍的股票嘛 突圍啊 今天就今天剛好 突圍 你看法人又同買嘛 你時間長一點點 他剛好是什麼 這一個震盪的區間 今天正式突破 這種很奇怪怎麼做 就突破新高的話 下禮拜我敢追嗎 這一種你要這樣想 人家既然法人買 買到突破對不對 量也出來 好 你比較貪生怕死的 很簡單嘛 前面的高點 我們這樣抓過來 大概是在九十塊對不對 九十塊 要嘛就是過關回測 或盤中回測 回到九十你看沒有跌破 你切入 這代表說 你以這個技術面操作的原則來做 再來看看 外資買超前十名之後 二十名之內的有東簡 欣欣 台盛科 東剛上尾投控 中砂大同震文元金跟東陽 其中我們看到了 台盛科的部分 今天外資在買 你看台盛科今天很戲劇性 我們看盤中的江波 你會發現 哇 開低 震盪走低 開低震盪一度跌 大概五%左右 尾盤是翻上來收紅的 那就代表什麼 今天一定多空在交戰的力道 蠻強的對不對 你外資下面 我們再放一個投信 你會發現到 最近賣壓來自誰 投信 投信在賣 那外資在最近 其實是小碼 其實如果你以公司 最近法說的 講的東西來講 今年就反正漲價嘛 十二寸問題也不大 八寸需求也強 未來有新產能要開出 我說這基本面問題不大 那法輪為什麼要停損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換股還是什麼 可是你看到今天 這種戲劇性的演出 而且他守住這條綠色 是月線 他守住月線 就代表說 其實目前整個多頭的形態 沒有改變 他還是處在一個跌分 月線兩百四十四塊 今年收在兩百五十塊錢 守住月線 似乎有續牆空間 這是今天的臺勝科 這在外資買超的前十名當中 二十名當中 好 謝謝伯傑告訴大家 那還有看到個股裡頭 這一檔比較特別 大同 今天市場也有消息是說 大同的大老闆 在這裡持續的在吃股票 這一點也請教真偉 怎麼看這件事情 王光祥積極在買股票 為什麼 為了明年的董堅改選嗎 現在就要準備嗎 當然 我覺得他是非常準密的 在準備這些 而且目前會是大同 近期你看 凱明他的現金 你看從五月三十一塊 漲到現在三十六塊 他幾乎要突破前一波段 三月二十五號 之後新高 我記得是三十六塊九 基本上他幾乎要把這個 把他前面的壓力都給踢掉 那目前你看大盤 這個禮拜是不是都在跌 你看他連幾根紅棒 所以我只能說他買市非常強旺 而且剛看說實在這個公司 百年的大店 幾乎是一年之內 能夠這個轉手 有那麼多的董監 你看有兩個董事 還是幾個董事 兩個董事長 至少三個總經理在那邊換 所以我是覺得 他自己有很多的危機意識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 我是個人這麼看 也許這個大股東 很有他自己的危機意識 所以現在就提前在佈局 目前的股價現行漂亮 那還會再抽嗎 我覺得是會的 去年大概是十一月二十幾號左右 我記得最高大概是三十九塊九 突破四十 如果說你需要這方面的股權 你需要穩定 那我覺得這個機率並不是沒有 好 這次看到 今天在大同當中出現在外資買超名單裡頭 當然有人說這外資一定有特定的外資 是不是持續在五月就一路買上來 這一點值得注意 但是剛剛那麼多的個股 怎麼挑 很多有強股 還有包括有些董監改選題材的 的確是很搶眼 但是現在能不能夠一把抓 在最近很夯很熱門的ETF商品當中 可不可以一把抓 讓投資朋友選股簡單一點 立哥請齊芬姐上來告訴大家 最近很夯的 有日元的ETF 有美元的ETF 有原油的ETF 其實最近量都很大 讓人注意 對 沒有錯 其實今年如果你買了原油跟美元ETF 你就大賺 然後如果你買了日元的反一 你也會大賺 可是呢就是先前 雖然有介紹過 可是日元反一買的人 真的非常的少 他成交量是非常的小 因為日元一直扁 所以你買反一的那一檔 有一檔好像也是元大S&P 日元反一 很強 但他量少 反而最近幾天 我們注意到這件事情是 日元的政惡突然爆亮了 他明明跌得很兇 跌到十塊錢 為什麼突然爆亮 所以我說接下來 也許我們要考慮 開始反著做 因為日元 大家一路看跌 看跌 看跌 可是現在是不是已經快要跌到 已經不能再跌了 好 所以當然 我們還不敢確定這樣說 可是這個的話 因為他的價位 已經相對很低了 所以其實是可以考慮來佈局 那短線上來看的話 他好像慢慢的 有一點止跌的狀態 可是他的KD 還沒有完全交叉向上 所以可以稍微等一下 觀察一下 如果確認他KD交叉向上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來做一個佈局 這很奇怪 是因為最近這幾天 明明大家都知道 日元很低 然後很多人搶著去換 是 但是呢 照理說對他來講是利空 這個是先前正二 對不對 已經跌到這裡 跌到十塊了 但是既然 然後最近重點是爆大量 這誰在買啊 誰在這邊想卡 這個想搶反彈嗎 所以我們特別拿出來講 除了日元之外 原油反一 你特別講反一 我說現在大家是不是要開始逆向思考 原油不是震的才強嗎 原油一路往上漲 所以今年的原油震二是狂飆 可能漲幅有到四五十趴以上吧 所以今年如果錯過那檔 是蠻懊惱的 可是你現在再去追震二 老實說風險是很高 對不對 因為現在每一桶油價已經超過一百二十美元以上 也算是一個歷史高檔區 所以你現在再去追震二風險比較高 萬一這個國際各國的政府都想把油價打下來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不是應該要來留意 來佈局反一 所以你覺得建議的是往反一去做 是 但是當然就是風險相對是比較高 短線我們先看到的話 他的KD已經有交叉向上 但是他還沒有真正能夠突破月線 所以趨勢還不是很明顯 這但是這一檔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來留意 找一個確認他 如果到時候KD向上 月線又站穩的話 你就可以去進場 好 這兩個都是現在 在整個市況當中 我們逆向思維 反過來做的 那另外呢 廢城半導體 最近反而在這一兩個月當中 是比較強 是 好 如果說要這個來看 搶美股的反彈的話 事實上我觀察一下 美股的這一波反彈 四大指數裡面 其實是廢半反彈的幅度 是最大的 最強勁的 但是因為最近似乎有一點反彈沒有成功 對不對 所以短線的話 他又陷入整理 又陷入整理 對 好 所以的話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觀察 如果他沒有跌破前低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來留意 因為畢竟來講 全世界關注中心 最近還是在半導體 另外這個最近蠻強的 那當然中國的話 就是經濟非常的糟 所以政策已經開始轉向了 所以大家也是錢 也是跑很快 大家都趕快開始去追 跟中國相關的ETF 那在臺灣的話 也是以這一檔的話 成交量最大 而且確實也是有表現 所以我們看起來 他的趨勢是向上 所以如果你先前在低檔 有佈局的話 你是可以續報 那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將來還想要佈局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分批進場 好 看看 護身三百正二的表現 哇 你看 跟著陸骨就這樣子走高 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他整個 而且他已經都突破了這個季線 而且是穩穩的站上去 好 而且有帶量 是之前十四塊沒買到 多可惜 現在都快十七塊五 這也是會動的 連動陸骨的 但是剛剛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是特殊題材 但是反而 在費城半導體 半導體的相關ETF商品上 最近從五月以來滿整期 大家都一起有反彈上漲 對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一檔 這個國泰費半導體 還有很多半導體的商品 我們要怎麼挑呢 好 沒有錯 我們在五月份看到整個股市在反彈 那其中反彈最強勁的 其實就是半導體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先前跌最深的是科技股 對不對 所以未來就是說 這個反彈能不能夠真的有一個 就是確認一個趨勢向上的話 一定是還是看半導體為主 那你在臺灣的話 這個過去只有這一檔 他這個是三年前發行的 可是在最近的一年裡面 臺灣掛牌的半導體 ETF越來越多 像這兩檔的話 中信的這個891還有892 都是在去年掛牌的 然後今年904是在今年三月掛牌 所以光是這三檔 都是投資臺灣的半導體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主要的持股的話 其實差異不大 聯發科 台積電 聯電 這個差異不是太大 可是這兩檔的話 他的聯發科跟台積電的持股比重 非常的高 所以的話就是說 他會受到他們這兩檔的影響 會比較大 然後在配息的部分 他的是忌配 這一檔也是忌配 那這一檔是半年配 那我們看到 這就是現在主要半導體的一個相關 還有另外的話 入國外的這個半導體的話 這個是投資美股為主 那先前只有這一檔 但是這一檔是現在 現在要目擊 才在目擊中 還沒有掛牌 可是可見的就是說 未來如果大家想要介入 國外的半導體的話 事實上有這兩檔 可以來選擇 那事實上 他的持股是差異不是太大 都是以這個聯動 洲際半導體跟廢塵半導體 還是以相差不多相同 他的持股比重 差異不會太大 那另外呢 講到說 那這些商品怎麼挑呢 既然他在最近這近一個月當中 是上漲表現 但是漲幅幅度有差 中性關鍵半導體漲幅最大 那富邦台灣半導體 第三了 那反而是新光台灣半導體 這剛剛上市了 反而比較幅度大一點 好這個剛剛我們已經說了 其實這兩檔的持股成分比較像 因為他們在台積電跟聯發科的比重都比較大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最近這個聯發科 反彈了 所以他們的表現相對比較好 那這一檔的話最主要就是台積電的持股大 那其他的幾檔每一檔都是比重都比較低一點 所以就會發現說 在這段時間裡面 好像表現稍微有差異 但是我覺得中長期來說的話 可能差異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真的要投資的話 就是三檔裡面挑一檔就可以了 好那短線的話 我們看到好像是有一些壓力 那接下來就要看說能不能夠守住 那如果你要投資這個國外的這個半導體的話 那當然這個先前是只有一檔可以投資 那這個還沒有掛牌要等未來看 但其實他先前反彈也有將不進五趴 可是就正好昨天晚上 剛好拉回來 拉下來 所以稍微 對對對對 好所以短線我們看起來他在震盪 但是看起來有機會還不足底 所以我們可以再來留意 這是半導體ETF怎麼挑了 謝謝琪芬姐 那剛剛這樣講呢 也有這個投資方向可以選 不一定說你要去選這個個股的部分 有時候真的是蠻這個蠻難的 要不然就是天天跟他上上下下 心中也是這個睡不好覺 那就乾脆呢 往ETF賣進 那一籃子一網打進了 待會回到現場說呢 說到五月營收亮眼 真的嗎 好多個股其實是創新高的 但是這些能夠在五月營收創高的表現 繼續可以追六趕七 六月七月營收都好嗎 待會告訴你怎麼抓股 馬上回來